看影片之前提醒大家热点网站有更多内容 彭亨博朗埃州习的补选竞选期已经进入尾声 但是国盟的选情却不如预期 那今晚他们邀请了不少著名领袖站台助政 政治讲座上的人潮依旧未见起色 像是一党总理书达基尤丁早前就提过 那警方动用大批警力来监管国盟一党的竞选活动 已经引发了当地居民不满 不敢接触国盟候选人 而国盟昨晚的文东博朗埃礼堂的讲座人潮反应欠佳 一党本同国会议员阿旺哈西音也是把问题甩锅给警方 指警方派出了大批警力助手吓跑选民 导致很多的民众看得害怕 不敢出席国盟的政治讲座 还有四天就是彭亨博朗埃州习补选 面对国盟讲座冷清 一党本同国会议员阿旺哈西音把问题归咎在警方的身上 他说国盟讲座来了那么多警察 是问还有谁敢来参与呢 他也趁机业余团结政府说 一党是遵守法律的 讲座不会像那边一样出现骚乱和乱丢椅子等等 而国盟青年团团团长阿莫法德里在演讲时 则是向伯朗埃的肯执明喊话说 如今时代已经改变了 肯执明应该放下对巫统和国阵的旧情节 不必再感到亏欠 应该给予国盟知识 请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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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吝点赞 订阅 转发 tidak却握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